大雨狂洒导致行车能见度大幅降低 周二中午过后受到封面 加上午后热力作用影响 大台北地区天气说变就变 雨势不断又刮起七到九级强阵风 导致新北市树林文林国小前一棵路树倒塌 直接占据一个车道 新竹地区同样也开始下雨 部分路面低洼处更开始出现积水情形 而随着封面越来越近 降雨范围也将持续扩大 周三劳动节封面抵达台湾上空 北台湾气温也将一口气下滑将近十度 圈奈将转为游雨天气 尤其西半部雨势更大 一直要到周五封面减弱 天气才会逐渐好转 周末两天各地放晴 但还是要留意会有零星降雨 而接下来梅雨季将正式报道 台湾附近转为有利的环境 有利于延续下雨的环境 很可能是要等到五月底到六月初 中部以北有时候会稍微早一点点 但是南部有时候就会比较落在这个时段 甚至于再稍微晚一些 气象鼠预估 今年梅雨季的整体雨量 借于正常直到偏少 五月底到六月初才会有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 相比过去晚了一点 不过今年梅雨既有延后趋势 降雨时间恐怕更集中 强度更强 直拍能下对地方 让水库皆可 美食新闻 林友琪成伯和黄兆康 SN小组 台北新竹报道 林友琪成伯和黄兆康 林友琪成伯和黄兆康